新鲜出炉的Mac mini M4 Pro 24G内存 1TB存储 今天我们就用AI大模型来给它做一次压力测试 看看多花几百刀的Pro到底值不值 我客串一次数码博主的开箱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开箱的形式 我们是应该选择大耳朵是开箱还是ASmart 一会儿叫これ 这样的按摩 就是锅左供给 Stand the 锅铁一包 转转转的 转转的 转给 转给 转营 超 转责 毕竟不是专业的数码博主 开箱视频的时候 不但忘了把摄像头的分辨率调节为4K了 导致视频有点模糊 还有一个不明生物过来捣乱 抱歉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 我为什么选这样的配置 以及用Alama加AI模型进行一下压力测试 最后我们再测试一下 视频导出以及语音识别的性能 我的老电脑是Mac mini M1 16G的内存 1TB的存储 新的Mac mini 为什么没有选真箱的基础版599美元 反而是选了M4 Pro 并且把存储扩展到了1T 最终花了1599美元 咱们就不用看跑分了 跑分到处都有 我就从我的实际需求出发来聊一聊 我的选择过程 首先我用电脑来做什么 我的电脑主要就用于视频剪辑 语音识别 图像编辑 测试一些本地的AI应用 比如用Docker来部署等等 游戏我基本上不玩大型的游戏 一般也就玩一玩Minecraft 那么选M4还是M4 Pro 对比M4 虽然M4的CPU是10核心 而Pro的CPU是12核心 但是M4是4个大核心和6个小核心 Pro是8个大核心加4个小核心 因此从数量上简单推算 多核性能Pro会比M4要高出50%左右 那GPU呢 Pro的GPU是16核 M4是10核 GPU的性能应该会领先70%左右 至于NPU 二者的NPU数量一致 性能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总之 M4 Pro芯片的性能 可以粗略地认为 比M4高出50% 那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它们两个的内存带宽是不一样的 M4的内存带宽是120GB每秒 M4 Pro是273GB每秒 总之 我的日常任务还是比较依赖 多核以及GPU性能的 因此就选了Pro版 至于存储 为什么选了1T呢 首先我们要排除的 就是256G的选项 256G它不但容量小 而且256G的SSD的性能是很差的 它的读写大概就在2000兆币左右 所以存储起步就应该选512G的 那为什么最终选了1T呢 我的常用的APP和数据加起来 就300G了 而且我习惯于把近期 正在制作当中的视频项目和素材 都存在内置硬盘上 这些很占空间 为什么不用外置呢 主要还是从读写性能的角度来考虑 M4 Pro的内置SSD速度 写在6500到7000左右 读在5000以上 而我用的这个外置的高速的SSD 以前雷迪3接口的 它的速度也只是在2000到2500兆币之间 所以一个外置SSD 如果要想达到M4 Pro 内置SSD的性能的话 它的价格也不会便宜到太多 而且还会占掉一个雷迪接口 所以我最后还是忍痛 就上了1T的层储 至于内存 以前我的16G内存也将将够用 因此24G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希望不会被打脸 当然理论上来说 我们应该先升级内存 因为内存一旦不够就没有办法补救 不过价格如果到这里再升上去 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我认为M4 Pro就是适合于我这样的人 觉得M4欠点意思 但是上Mac Studio又太高 所以走个中庸路线 总之选生产力工具还是留一点余量比较好 否则用起来总会觉得爱手爱脚 OK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上Alama 来安装一个本地的模型 看看它的性能表现会如何 好 接下来我们首先安装Alama 我们来到Alama的主页 视频当中遇到的所有链接 到处都会在描述栏当中 大家可以去找 然后直接点击Download的下载 选择好你的操作系统 下载完成是一个压缩包 好 解压缩之后它就是Alama 就是一个应用程序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Application里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双击运行起来 好 第一次运行 有个向导 下一步 安装命令行 OK 点击安装 OK 那这时候如果在你的命令行当中直接运行Alama Run 就可以把这个模型安装到本地并且运行起来 完成 我们打开终端 然后看一下 OK 输入Alama 然后它给出帮助 那就说明这个Alama是安装正常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AI模型安装到我们本地了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首先来测试一下据说编码很厉害的 千万2.5coder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在Alama当中搜索模型 好 点击直接就出来了 千万2.5coder 然后这里有不同的参数值可以选择 7B 14B 32B 那么我们从多大的参数开始测试呢 咱们可以先来粗略的估算一下呀 不同的参数它需要的内存的数量 显存的数量 首先Alama的Github的首页呢 有一个注释 这个注释上说 你应该有至少8G内存去运行7B的模型 16G内存去运行13B模型 32G的内存去运行33B的模型 那这个大概就是你有多少内存 就去运行多少B的模型 但是呢Alama上面的模型呢 大多都是4B量化的 因此它的显存的占用啊 粗略来算应该相当于它的参数值的一半 也就是说如果我选32B模型的话 它占用16G的显存 另外HuggingFist上面呢 也有一个计算显存的工具 就在这里 链接我同样会放在描述栏当中 那我们去HuggingFist搜索到 ChaironR.532B的这个模型的URL 把它的网址给它粘贴在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选它的8B 4B 计算一下选存的占用需要多少 8B会占用30G内存 4B占用15G的显存 因为Mac mini呢 它是统一内存啊 也就是显存和内存一起共享 我的Mac呢是24G内存 所以如果模型占用16G的话 那么还剩8G给系统使用 应该是够用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32B开始尝试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的信息啊 32B的参数 然后是4比特的量化 那我们就用这个直接运行 拷贝它的命令 然后我们暂时先粘贴在这里 好 这时候内存的压力并不大 好 这时候我还没有运行大模型呢 我的内存压力已经有58%了 我是不是应该升级成32G内存呢 好我们把它运行起来 一共有19G 所以下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下载完成 这时候我的内存已经变红了 内存的压力已经来到了76% 欧巴马占用了19.2GB的内存 CPU没什么压力 我们来问个问题 看看能不能用 购买Mac mini 应该选择256G的存储 还是应该选择512G的存储 内存的压力来到了86% 占用了21.6G的内存了 已经90% 占用了22.49G的内存 基本上快把24G内存占完了 90%的压力 这么半天还没有出结果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一种不可用的状态 这时候鼠标反应已经很迟钝了 32B的千门2.5 4bit量化 在24G内存的机器上 它可以运行 但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进行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浏览网页 鼠标已经有很明显的延迟 但是还可以正常的去浏览网页 并不会造成你的机器挂起来 好 直到现在 结果也没有输出完成 所以结论还是一样 32B的模型 在我的24G内存的M4 Pro上面 可以运行 但是不可用 OK 我们把模型删除之后呢 内存的压力就掉下来了 现在是28% 我们来试一个14B的模型 好 经过漫长的下载过程 14B马上就要下载完成运行了 我们可以从刚才的图形上看到 CPU的压力并没有太大的压力 所以主要的瓶颈呢 还是在内存上面 CPU GPU它的压力都不是很大 好 14B的模型已经运行起来了 目前来看内存压力并不大 我们来看占用 就占用了实际内存 那这个余量还是很大的 我们来看看它的速度吧 好 看看它的占用 内存的压力56% 占用了70% CPU这边并没有大的变化 所以CPU和GPU这边没有什么压力 GPU的占用40% 好 这样应该有更多的输出信息 可以让我们参考 让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反应和资源占用 18.33 token 所以这个配置运行 千万2.5的14B模型 是毫无压力的 接下来我们测试以下几项内容 SSD的读写速度 Final Cut Pro的视频导出速度 剪映的视频导出速度 以及语音识别 Whisper进行语音识别的速度 那就跟我之前的老电脑 Mac mini M1 16G内存在1TB硬盘进行对比 首先我们来看SSD的读写速度 先测试Mac mini M1的读写速度 我们选5GB的文件大小 好 Mac mini的读写速度 大约就是读写 都是在3000兆币左右 好 接下来是Mac mini M4的SSD测试 5GB的文件大小 我们可以看到结果 写大概在6300往上兆币 读5200往上 这个速度大约是Mac mini M1的两倍 在刚开始测试视频导出的时候 犯了个错误 为了忠实的记录 它整个导出的过程 我就一边录屏 一边进行视频导出 结果最后导出的时间长到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M4 Pro的Final Cut Pro视频导出测试 同样4K视频60帧 开始 计时 18分钟多 这个时间有点太夸张了吧 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买了个假的M4 Pro 不知道是不是录屏的影响 我把录屏关掉 然后再重新试一遍 看看速度有没有可能有变化 好 测试证明 录屏是严重的拖慢了视频导出的速度 重新测试了一次的结果是这样 4K视频60帧 10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 左边是M4 Pro导出的时间 9分48秒 右边是M1导出的时间 14分11秒 实际上性能也就才提升了30%多 感觉不应该提升这么一点 好 接下来是简映的导出 左边是M4 Pro 简映导出时间 右边是M1 简映的导出时间 这两个时间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好 接下来是本地模型语音识别的测试 本地模型用的是WhisperKit的Large V3 视频就是刚才导出的10分钟的视频 左边M4 Pro上面的识别时间是3分13秒 右边在M1上面的识别时间是7分38秒 差了一倍 好 这个提升还算是挽回点面子 但是Whisper模型它用的是NPU 它用的是NPU来进行识别的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是M4的NPU的性能 是M1的两倍多 好 以上就是非专业数码博主的 M4 Pro Mac mini的评测报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评论 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